西洋听后毕昂斯经典动感金曲自由 之后将很常听到 因为贺锦丽团队挑选这首歌来拼选战 毕昂斯爽快答应 贺锦丽不仅吸金力超强 48小时募款破32.8亿台币 也火速获得明星大咖和党内大佬支持 包括乔治·克罗尼和希拉蕊 同期显示党代表票远超门槛 贺锦丽渴望8月7日稳扩民主党提名 贺锦丽在摇摆州威斯康星州 密尔瓦基市造势气势如虹 痛批川普的同时也寄出经济证件拉票 期许全民优先 最新民调更显示 贺锦丽首度超车领先川普 纽约时报也分析 继2016年希拉蕊败选后 选民已能乐见女总统诞生 只可惜加州州长纽森 当不了贺锦丽副手 因为卡在宪法禁止正副总统来自同州 拜登做出退选决定后 已经康复反卫白宫 预计台湾时间25日早上8点发表演说 说明退选的心路历程 美国大选充满惊奇变数 选民等着看 贺锦丽对决川普 三立新闻全民报导